属猪的朋友今年是六合太岁 有陆存心和福心这两大积心 陆存就是财心 福心幸运的意思 所以在这一年当中 能适合与人合作 合作求财是最好的 至少比一个人自己做事情要好一些 如果没有合作 只是在上班 那也不错 因为陆存心本身就是固定的受益的影响 工资多数是固定的 就算有提成 那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所以在今年的话 也有利于个人的升职加薪 这是不错的 六合太岁 所以太岁的一些正面的影响 领导比较重视 比较照顾自己 都会体现出来 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 因为今年不仅是六合太岁 还有六破 与太岁相破 就是破坏嘛 互相破坏了 这点好像是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 但是不矛盾的 有的人呢 既是你的贵人 又是你的小人 这正常的 帮了你 后面还会 对你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正常的 这个就不来举例了 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前面这个人很好 后面的这个人又变得 对自己有一些这种 负面的暗害了 或者说牵扯了 都会有 人是复杂的嘛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多数是自己造成的 因为有结杀和卷色的影响 结杀嘛 所以结就是 钱财的被结了 还有这个人际关系啊 有一些资源被夺了 卷舌的话呢 就是口舌了 往往这种卷舌是影响最大的 因为啊 多数是因为 或从口出吧 就不要管别人的私事 所以私事就是 清关难断家务事 不要去管别人的家事 这一类的 中国人好像又比较喜欢问 尤其是拜年的时候 应该 尤其是成了家的 都会有这样的体现 都会问 家里这个小哈 准备什么时候生啊 相处怎么样啊 类似这种 当然 在工作职场当中 好像都会少一点 所以也尽量的 不要去管别人的私事 所以这种卷舌 有的时候啊 你感觉到这是小事情 但是在别人啊 听起来的话 就不是这样了 你一讲 他可能当事人没事情 但身边的 身边的人呢 会怎么想呢 对他都有一些负面的 你对他可能还可以 但是 另外一个人 第三人 枕边人 对他的有一些影响 可能就是 吹枕边风啊 卷舌嘛 那时候 你的一句 可能是感觉是 无伤打压的话 但在别人看起来 就是有一点 这种 刺激的意思了 所以尽量的 不去管别人的家事 私事 所谓的求同存异嘛 还有啊 这个求同存异的意思就是 有一些真 有一些 不一样的理念呢 不要去争执 去说你这样的 这个思想不好 怎么样了 因为你们是求财为主 做事情为主的话 就不要去计较 个人的一点点 这种分歧 那就不谈嘛 搁置争议 共同发展 那是最好的 所以 如果这种处理好了 截杀的影响也就小了 那两颗胸心 影响小了 那就是 复兴 或者说 即兴的影响就大了嘛 复兴和路纯的影响 那对自己的发展就有利啊 在这一年当中 多去参加聚会啊 你的这个 比如是单身的朋友 那你的异性啊 你的异中能 可能也是在此当中 有很好的一个偶遇吧 就容易遇见你的异中能吧 如果单身了啊 还要注意一下 对破啊 破太岁 那可能会对家里的长辈啊 有一些影响 多数是身体了 可能今年家里的这个长辈 有一些这种啊 身体方面的问题出现啊 这正常 年纪大了嘛 竟然是长辈 可能年龄比较大了 多去 今年的话呢 尽量去做个体检了 对长辈来说是这样的 对自身来讲的话 今年 处理好的话呢 就是与合作人的这种处理好了 关系处理好的话呢 对你的这个整个事业发展 是非常有利的 就算有一些钱财口声呢 只要控制在定义范围里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啊 就是属中的今年是不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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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